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不是在美国吗 我今天刚回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准确地说 我是来找一个 叫陈鹏的人 陈鹏 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硕士 一年毕业 在校期间大家都叫他卢卡斯 程志远 是你后来改的名字吧 程鹏这个名字我记得 小陈跟我说过 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因为 开车撞死的小陈爸爸那个人 也叫程鹏 你说这个世界上不会那么巧吧 刚刚好你也叫程鹏 这个世界上 同名同姓的人多了 今天我在机场看见你爸 是郑建国借的他 是郑建国借的他 你要怎么样 程主任你太可怕了 你开车撞死了小小的爸爸 你还潜入到他们的生活里 若无其事地扮演个好丈夫 好女婿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让小小知道的话 会怎么办 她可以永远都不知道 你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 好 我妈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呢 我告诉你 天底下没有任何秘密 能够掩盖住 你撞死了人就不应该出现 更不应该出现在小小的生活里 你以为逃避 就能解决问题吗 你以为逃避 那你到底 想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你怀里被她窃息死掉了 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办 告诉我 甚至连当着她家人的面 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你会怎么办 你还要我 我没有睡我一个好觉 我没有一刻能逃避我内心的谴责 我看遍了所有的心理上 没有人可以守住我的罪恶感 知道为什么吗 我怕 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开车 因为我害怕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种无法挽回的绝望吗 你知道那种你拼了命的想要去做点什么 但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吗 那是你活该 你就不该 利用洗脑袖 来消除你的无力感 程追 我发现啊 你不仅是个自私的人 你还是一个 卑鄙 无耻的人 卑鄙 无耻 醉人 他 他就没有赎罪的机会吗 可是你已经把这个罪恶放到越来越大 放到现在无法 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一个人这样帮助他 就算代替他死去的父亲那样守护着他 帮他平稳地从学校活动到社会 我也想方设法 成全你们的感情 我希望你们可以幸福快乐 对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能够无限感受的秘密 我们俩 都是凶手 志愿怎么去那么久还没回来 不买个醋嘛 小区里就有超市啊 您问问 好 我给他打个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在手无法行动 请你稍后再拨 他给我挂了 妈 我下去看看他 是不是要帮忙什么 去去去去去去 披上点衣服啊 好嘞 你会发誓 绝对不要让晓晓知道这个秘密 否则的话 我不会放了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下来了 你穿太少了 来 你怎么上去吧 来 怎么了 不是 你不是下来买醋吗 我先送你上去 你穿太少了 来 干嘛 什么 沈红 沈红没跟我在一起 他不在国外呢吗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我不知道啊 这个混蛋也不告诉我一声 不是 干嘛你别生气 这事儿确实是他不对 你等我啊 你等我联系的我好好骂他 你别生气别生气 我替你说的 干嘛 你消消气 好好好 我先挂了啊干嘛 拜拜 不是猴子 我有点乱 等会儿啊 你帮我再捋一遍 我现在没 没懂啊 什么叫 你之所以跟颜小晨分手 是因为你妈跟颜小晨她爸的死有间间关系 还有 什么叫 五年前撞死她爸的人是承治吗 那颜小晨为什么会跟她结婚啊 我 等会儿 不对啊 那凭什么让这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啊 我得打电话报警抓她呀 当年那个车祸是个意外 晓晓她爸爸闯得婚奈 所以在法律上 程传是没有责任 那我告诉颜小晨行吗 我得让她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晓晓就完了 咱俩的交情有何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越来越听不懂了 这事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说了吗 魏彤说小晨现在过得很幸福 她妈妈也很久没犯病了 如果说 你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话 那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毁了 你明白了 我以前伤害过她一次 我不想再伤害她第二次 那你呢 你就这么忍着 这事对你太不公平了 我早就出局了 我除了忍着 我什么都做不了 陈迅远 他现在是晓晓最大的怯能 但也同时 确实是晓晓唯一的依靠 雨晨 这事就此打住 你让他烂在肚子里行了 行 我烂在肚子里没问题 我不会问任何人说 但是沈猴 你能不能跟原来那帮人 就不联系了 翻天了一刀两断了 咱不管他的死活了 行不行 咱兄弟俩 回到不认识 沈猴晨那个时候 那时候咱多快乐啊 没不去了 我妈回来就好啊 我跟你说啊 你爸和你妈 每天都盼着你回来呢 知道吗 来 看看这车 这是你爸妈 给你选的礼物啊 你换吧 这车呢 看起来没那么豪华 但是我跟你讲啊 这车的性能当是特别好 我们全店人都在想这段车 要不是给你留啊 早就被那别人抢走了 知道吗 谢忠叔 谢我干什么呀 行了 那说谢啊 也应该我谢谢你们 你说我开这个4S店 你爸妈又给我出钱 又给我找关系的 要么能开上这4S店吧 是不是 来 叔叔给你试试这辆车 怎么样 还行吧 彭彭 叔叔知道 你一直很要强 在美国这些年 没向你父母要一分钱 好孩子 现如今 你学业有成果 又回国内来发展 你知道吗 你爸妈他们嘴一声不说 可心里一直很支持你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好好陪陪他们 自从我妹走了以后 我也出国留学了 留他们两个在家里 应该会感觉到孤独吧 是 这人上了年岁啊 就像身边的人陪着 所以我这么多年 没事的时候 就过去陪陪他们 陪他们聊聊天 现在好了 你回来了 你们这一家人 总算团聚了 要是我们还在的话 才应该叫团聚吧 好了 好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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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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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先生 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儿子 儿子 你不能去 这样 你先出国缓个几年 对一切都安稳了 你再回来你一步也不晚呢 妈 你让我出去 这事我必须要付责任 不 是他自己闯的红灯 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 妈 这事我不能不管 人是我撞死的 你也看到你郑叔叔 去看他的结果了吧 是啊 芳芳 连警察都不建议你们现在见面 就算能打我 骂我 我还得认 你是我儿子 妈不能眼看着你承受这些呀 求你了 儿子 妈 爸 爸 妈 我创死了一个妻子的丈夫 我创死了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躲得了一世 我躲得了一世吧我 芳芳 即使你现在出去又能干什么呀 是啊 现在讯息已经出了 你现在去了你是没用的 你们知不知道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 死在我怀里 他临死现在告诉我 她说让我爸招呼她的老婆孩子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 我这一辈子都不可以安心她们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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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冲这个家门 我就死给你看 老婆 我已经没有你卖的女孩了 你还要妈再失去你吗 就是妈求你了 妈求你了 去 你没睡呢吧 我还没睡呢 进来吧 你妈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她明天一大早就要回美国 这么着急走 说是下次再来吃饭 那我 我这心里总觉得怪怪的 我妈她都跟我说了 坐在说 她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发现什么呀 你来假结婚的事啊 你为什么这么说 那她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不是发现那什么 她肯定是生气了 没有 没有 你多想了 我门你藏得特别好 我妈她跟我说 她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着急回去处理 所以我赶着飞过去 你呢 我什么呀 你今天晚上也不太对接 好吧 是 是啊 我最近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 你看 思逆走了 乔宇跟我请了病假 我过两天还得去杭州 见一个重要客户 看点事情 那我陪你去吗 不用了 你就安心带点公司 还有几个案子需要你来盯着她 好了别多想啦 睡吧 对了 对了 你刚才下楼去买醋的时候 你不是下去了吗 我看见一个人的背影 特别想说好啊 那个人你也看见了 我差点约以为是她的 那我看错了 我回去睡了 晚安 晚安 NO vid 我们规格 你太聋了 整人 cro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喂 你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温和一下 怎么样 今天过得如何 都做些什么呀 我跟卫丛聚乐聚 挺开心的 你大概几点回来啊 差不多 十点那样了吧 那你辛苦了 在高铁上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我等你回来 你不用等我了 你要是累了就早点休息 没事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什么惊喜啊 惊喜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等你回来 自己看吧 好 我很期待 希望过分不期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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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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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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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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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